表现出来就是和谐 人心要是坏了 周围世界一切物质的结晶都会非常丑陋扭曲 表现出来的就是磁场和气氛非常的不好 看不到和谐美好的景象 因为破坏了自然的结构 还会爆发各种自然灾害 如果要问为什么 现在通过科学试验 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 人心的力量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 自然灾害的爆发和人们的伦理道德有直接关系 到2011年的10月份 地球上的人口就达到了70亿人 不要说7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就是十个亿的人们每天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如果都是恶的 都是错误的 换句话说 违背伦理道德的 不孝不惕 不忠不信 违背理议廉耻 破坏人爱和平 那么它凝聚起来 所产生的力量 对这个世界的破坏 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刚才的水试验 同样的道理 如果把这个世界就比作那杯水 那么生活在世界里的人们 他们每一天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也就是这些信息 如果是极差的 很恶的 违背人性的 不孝不敬 违背伦理道德 可想而知 全世界这一杯水 它的结晶将被扭曲和破坏到什么程度 所以天地变化 气候反常 地质性灾难 甚至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 也就不断地爆发 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 每天都在进行的水试验 让我们来冷静地看一看 这些画面 这就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 人们每一天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科学家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像能量块 身上充满了能量 我们说的话 做的事 包括心里的想法 通通都是能量 每天都在向外散发 这些能量 如果是违背天道天性 人道人性的 当然都是极恶的能量 贪婪 傲慢 忌妒 浮躁 怨恨 麻木 自私 冷漠 颓废 空虚 无聊 疯狂 欺骗 竞争 斗争 战争 恐怖 纵欲 堕落 无知 张狂 等等这些极恶的能量 正在极大的破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 相由心生 静 随 心转 人心的力量 能彻底的破坏 大地的物质结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最近几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地塌陷的事件 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麒麟镇 有一对老夫妻呢 人在床上睡着 过境来也从天上上下来了 就在四号的凌晨 他俩住的房屋地板突然塌陷 两位老人连着床一起不见了踪影 生死不明 这起意外发生在梅州五华县麒麟镇 三多骑大桥附近的一幢民房内 据使者的侄子说 失踪的是两名七十多岁的老人 事发时正在睡目中 意外发生后 五华县迅速组织公关 消防 国土 麒麟镇进行救援 并及时疏散附近的群众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发生意外的房间出现大约五平方米左右 三米深的坑 消防战士正在用工具小心地清理现场 由于现场环境复杂 特别是陷落的地点都是沙子 很难继续清理 序员工作非常艰难 目前序员工作仍在进行 他这原因也在调查中 这些事件的发生 非常突然 非常奇怪 科学家 地质学家 都很难解释 在历史记载上 也极为罕见 但是 但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教导 这些现象就一目了然了 人们所想 所说 所做 都是极恶的能量 就是违背自然界的伦理道德 物理学也讲到量变到质变 这些极恶的能量汇聚在一起 就会极大的破坏周围的地质结构 所以科学家们不敢想象 数以亿计的现代人类 如果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生活 它所爆发出来的极恶的能量 达到一定的程度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环境 将会怎样 所以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们相信 像这样的场面是有科学道理的 因为人心的力量 已经把自然界破坏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地的结构 已经被彻底破坏了 所以大地的沉沦 天灾人祸的出现 和人类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和人类的价值观 有着最直接的 最密切的关系 所以科学家们提醒观众 当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就是应该觉悟和反省的时候 如果仅仅把这当作是娱乐 那就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还记得八十年代 那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们在联合国开会得出的结论 今天看来是相当明智的 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 只有中国的如是道传统文化 因为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人们的念头 人们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才是符合人性的 孝替忠信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换句话说 是符合人性天性的 他们发出的波动 是善的波动 善的能量 善的信息 可以把人类世界 带到美好 和平 幸福 安乐 所以二十一世纪 必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纪 因为人类走到现在 除了恢复人性 恢复和谐 恢复平衡 恢复人和人 人和自然 人和自己的正常的关系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科学家们已经证明 水能够看 能够听 完全能够接受到 人们给他的各种信息 并且出现各种反应 就是说 水能够懂得人们的意思 其实 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 早在三千多年前 古圣先贤就已经知道了 经典上讲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形象和环境 其实就像今天 科学实验中的水一样 它能够听 能够看 每时 每刻都在随着你的心念 而发生着变化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 是美好的 形象和环境 自然就美好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 是邪恶的 形象和环境 自然就邪恶 像由心生 静随心转 三千多年前 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 早就把科学家们 千万次的科学实验 说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这八个字 讲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就是不但是人 宇宙之间所有的一切 植物 矿物 山和大地 它们不是死的 而通通都是活的 它们本来就能看 能听 能懂人的意思 这是世间万物的本能和本性 通过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们明白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 人类只有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才能使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 始终保持美好的状态 而不至于被毁灭掉 因为像是由心生的 静是随心转的 所以看过水实验之后 再来看命由心造 福自我求 人们就会更深刻的体会到 这其中的深意了